飛安會今天公布導演齊柏林墜機事故調查報告 根據齊柏林掌進攝影機拍攝影像 顯示事故前十點六秒 航機有異常抖動 而且這段影像無法還原出航行軌跡 飛安會強調 從資料看來 還有很多疑點無法解釋 事故原因需要進一步分析 最終調查報告最快在明年五月完成 直升機墜毀失事現場 檢方會同飛安會人員到場採證 知名導演齊柏林和助理機師三人 6月10號搭乘林天航空的直升機 在拍攝時不幸墜毀 失事身亡 飛安會上午公布事故調查事實資料報告 從齊柏林掌進的攝影機拍攝影像解讀 事故發生時間大約是上午十一點五十四分 從留下的一百三十七秒影像判讀 案發當時的飛行高度不到一百公尺 最後十點六秒的畫面 因為鏡頭朝向天空無法計算出飛行軌跡 有些部分的影片它如果拍攝的角度 它如果是向上 它拍到飛機本身 或是拍到雲 或是一些我們沒有辦法辨識的物品的話 那那一段資料我們就沒有辦法運用它來還原飛機的位置 此外 從一百二十六秒到一百三十三秒 鏡頭上下移動的現象 一百三十三秒還出現航機異常的抖動 四秒後 齊柏林的攝影機停止拍攝 而從林天航空的地面人員和塔台的通聯對話 顯示十一點四十七分 十二點十八分的兩度通話 凌空的人員還回應空拍作業狀況良好 顯示當時還不知道發生墜機 根據報告 事故當天天氣正常 發動機等的檢測也沒有發現異常 而且訪談現場目擊者表示 當時沒有感覺飛機有停頓的現象 旋翼轉動的聲音也正常 只覺得為何飛那麼低 對此 飛安會強調 目前很多疑點無法解釋 事故原因需要進一部分析 而最終調查報告最快在明年五月出爐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 台北報導